各位学员,大家好!我现在跟各位一起来进入我们的12.3 12.3就是Bridge模式,我们来看看跟Android的框架怎么做结合 所以在这个Bridge模式的范例里头,我们先来说说这个Android里头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Android里头其实分成上层的应用层叫加瓦层,一个是属于实践层,就是实践层,叫做C跟C++的层级 其实这里已经隐藏了一个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Bridge模式的一个诱因 就是我们1G这一个可以在Java层呢,1G应用Domain来做分类 那C++层呢,我们就可以依照实践的角度来做分类 所以呢,它就可以透过这个样子呢,无论你是在应用层呢,可以做分类,分MP3,MP4 但是你的实践层的部分,叫播放MP4还是播放MP3 你都可以委托给这个,像MediaPeriod.Java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衔接点而已,只是一个接口而已 那么真正的,它是把它在Delegate,这边Delegate给它,这边委托给它,这边再度委托给底层,这个CPP的这样子 那这一个部分呢,提供的是一个J口,J口就相当于一个G类,相当于一个G类 所以呢,这边也可以分很多个,这一个Library,分很多个Library 然后呢,可以有各式各样的Implementation 那这一个只是Java层的分身,就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C++层的,那这里是Java层的分身 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构成一个实现的一个类别体系 然后透过这个样子来做一个对接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Android其实呢,这个Bridge呢,可以扮演的更漂亮 因为它本来就分两层,本来就分两层 然后呢,底层是有底层的分类方法 上层有上层的分类方法 然后再透过一个Java跟JMI的C来做对接 这就叫做本地函数,这Java函数来做对接 因此呢,就可以把它接起来了 接起来很漂亮的 那但是,为了把它弄得比较简单 所以我在范例里头呢,就没有写细加加这一块 那直接是用Java层来做的 那我来,在范例里头再来画一个图给你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Play,Stop,Edit也是播放MP3的 现在我们希望,再来这个播放MP3 所以呢,我们的概念上,就是有这个,有Player OK,我们现在有Player 那么,我们会在Domain里头分为播放MP3 也就分为播放MP4 播放MP4,OK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先定义一个Player 然后呢,定义一个子类 叫做MP3Player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Player 然后,里头有一个抽象函数叫Player 然后呢,有迹象函数,Player MP3 这个Player MP4 这个是在做Delegation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是 当他要去播放的时候,播放MP3的时候 那么他就Delegate出来 那目前呢,我并没有用到C跟C++ 所以我用Activity 来代替implement的 这一个G类 用Activity 那大家都知道,Activity呢,有提供一个J口 叫做Contact 这个Contact的J口 这个Contact OK 那Contact的J口呢,它里头有好几个函数 有的是Start Service Start Activity Start Service 等等的这些函数可以用 因此呢,我这一边就可以 他 扣他去Player MP4 那么他就 来扣这个Contact 去Set Activity 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可以 找到我的Implement的Activity 所以,Activity1 就Implement 他就 继承他 他就继承这个 这个 Implement2 就是 A2的 Activity2 所以呢,MP4 他就Call他 然后Delegate 给他 OK 那我现在 在说明的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是只是在加把乘的 那这个例子呢 跟Android比较推进 但是事实上呢 上一节的 跟细佳佳的 把你更漂亮 更有他的经济价值 因为Android本身 就是上下两层 那我们现在为了简单起见呢 我只是帮你 做这个加把乘的说明 所以 Player MP3 Player MP3 那里头做什么 就是去启动 MP3 Activity 就是去启动 这个MP3 Activity 就是这个 这个 叫做MP3 Activity 这个 然后这是MP4的Activity OK 那MP3 他就Call他 要Play 他就Call他 那如果他要Play 他就Call他 要Call他 那这是典型的 一个Bridge的 一个角色 一个角色 所以呢 这个 MP3Player呢 他就 有一个Play 所以 这个Player呢 是调用 这个Player MP3的 Player MP3的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 叫MP3 Activity 启动 好 这就启动MP3 Activity 也就是说 这个Player呢 当 有被要求去播放音乐的时候 他就委托 就委托给MP3 Activity 所以他委托给他 那MP3 Activity呢 就会呈现一个画面 这是UI的画面 哦 UI的画面 然后呢 他如果要 他会去被调用器做Play 所以就播放 这里包装了 MediaPlayer的各个函数 OK 那 这里再说明了 就是 当这一个 当这一个 MP3 那么调用它去Play的时候 那他透过他 他来启动这一个MP3 Activity 他透过这个 contact 来启动这个MP3 Activity 启动这个MP3 Activity 那MP3 Activity呢 他就调用 MediaPlayer 这样子 所以MP3 Activity 他继承Activity 有没有 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再从这个Knight的角度来看 这个Knight的角度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刚才是A701 A701的地方 你看 他先拗一个MP3Player 然后调用他的Play 就调用那个Play 那Play呢 就会再调用 这个PlayMP3 就是 先拗一个MP3Player 然后呢 去call这个他的Play 我们来看一下MP3Player 先拗一个MP3Player 然后去callPlay 因此呢 就call到PlayMP3咯 call到Superclass的PlayMP3 PlayMP3 就在这里 PlayMP3 他就会去执行里头的代码 就把MP3Activity 启动起来了 你看有一个Contact 然后Start Activity 所以就把这个Activity 启动起来 所以就去执行MP3Activity咯 那MP3Activity呢 就会执行OnCreate咯 所以就会把他的UI建立起来咯 把UI建立起来 然后呢 有被 这一个 被调用去Play的时候 他就去播放音乐咯 那这个时候就看你 这个提供一个UI 让人家去 去按这个Button 按这个Button呢 就会决定那Play Stop 或是Finish 或是Finish 所以是刚刚的这个UI的部分呢 是属于MP3Play 显现出来的 这个是属于MP3Activity 显现出来的 OK 他不是AC01显现出来的 好 那我们这个例子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例子 在这之前呢 我们还是一样 做个文字上的说明 在这刚刚的图呢 Bridge模式里头呢 右边是属于 这个实践部分的分类 那这采用的是 类别的继承 然而在实际上 Implementation的抽象类 可变为接口 或将继承 变为委托 甚至混合使用都可以 所以 刚刚的这个MediaPlayer 那个图里头的 就是采用委托的方式 将实践部分 委托给续加加层 OK 由于加瓦层采用的是 应用领域的分类观点 那么续加加层 可以用实践的观点 两个可以独立起 独立的哦 然后呢 实践观点的变换 并不影响到 这一个应用领域的观点的分类 所以 所以 因为观点的分类也不影响实践 所以 互不牵制 所以在我们加瓦层里头 可以衍生出来 MP3Player MP4 等等的 那他不用顾虑到 MediaPlayer 幕后 是有何种分类 那这就是 Bridge的效果咯 那也就是可以达到 跨平台咯 跨平台 OK 好 那这个 这个David呢 他有在这个 利益美呢 电脑革命原动力书上标准的 深层之美 他说 深层之美 就是共鸣之美 通常呢 各种形态的美香的一张才获得 所以呢 你看了上市的范例之后 Bridge的对称性 所展现出来的单层之美 我想会 取得你的共鸣 然后呢 深层之美呢 就会在你心中就会产生的 信不信由你 OK 然后再来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范例咯 在前面已经介绍过Bridge模式 他在Android跟WinMobile的平台变化中的不变 他的不变性 这只是桥梁的右端 还有桥梁的左边部分也是一样 左边的部分变以不变MP3变成MP4 那他也有他的感觉到有他的不变的部分 有他的对称之美 所以我们知道Media Player代表的是 Implementation这一端 他有这MP1功能 但不知道 这一个MP1端呢 是 的幕后的结构 就是说我们知道功能 但是不知道他的结构 因此可以独立的进行这个 抽象端的分类 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需要 去关心 只要有接口 我们就不关心里头的分类 因此呢 我们这里就可以 自主性的 去做分类 就是可以分 MP4 MP3 等等的分类 OK 从上图呢 12点区的Player 抽象衍生出MP4 就是这样子 那MP4呢 会在对应这边的一个实践 这边实践呢 可以有好多个平台 都可以来播放 这个MP4 都可以播放MP4 同样的 我们这个例子呢 也一样的 我们这边 是不用Media Player.java 而是用Activity 那这边也一样 我们 这个有 有MP3Activity 有MP4Activity 那现在呢 要来 这一个 New MP4Activity 也就是说 这一个 MP4Player Call 这一个 Play的时候 他会Call PlayMP4 PlayMP4呢 他就 会来 StartActivity 就是 会来 Call 这个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的Contact 接口 会来 StartActivity 他就会把这个 启动 启动之后呢 就可以 他就可以 执行他内部的 细节的逻辑咯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看 Bridge 两端的分类 是不一样的 那么复杂层面 也是不一样 加上 Java 语言都不一样 这些变化呢 让这个Bridge 模式 不仅仅是包容 桥梁两端的变化 还包容 还包容的 两端的 这个独立变化 因此呢 就实现了 这个简单的 C 包容的 复杂 好,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这个基本上 是跟上面的 例子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呢 是 启动的是 MP4Activity 这样子 那这个 Player呢 的Play 还有这个函数 通通没变 所以呢 在变化之中 有它的不变 那MP4呢 Player就继承它 然后呢 来实现Play 那Player的话 就调用 激烈的PlayMP4 然后在这里 就 来播放MP4 就是用 SurfaceView 来支援的 来支援 边播放MP4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县程 有另外一个县程 也是来支援MP4 那MP4的播放 那么它是 这一个 MP4的这一个 播放的部分 就是Surface View Surface View 那Surface View呢 是由这个MP4Activity 来 来这个 New的 来New的 OK 来阐述它的画面 在这里 所以呢 它有 Show Layout 这个01 所以 New My Surface View 那这个 用Surface View 来播放 这个MP4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就在这样子的话 就把这一个 MP4Activity 把它写完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 AC01 这一个Client 端 这Client端呢 首先New一个MP4的Player 然后呢 调用Play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Player 那么有一个 子类 叫MP4 Player MP4Player 就是 所以New一个 现在我们是有一个Client 然后来New一个MP4 的这个对象 然后呢 扣它的Play 扣它的Play 它的Play呢 就扣到P的Play Player的Play 它再扣到PlayMP4 所以呢 就去执行呢 Player里头的PlayMP4 咯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就回到这个PlayerMP4咯 在这里 就Player 在Player的地方 它就调用PlayerMP4 所以就调用到 这个G类的PlayerMP4 这一个 Player 然后PlayerMP4 PlayerMP4的时候 就透过Contact的这口 把这个MP4Activity把它弄起来 把它弄起来 那就去执行MP4Activity咯 那这个时候 这个ServiceView就出现了 就可以播放MP4的音乐啦 就是这样子就做完了整个 程序的内容咯 好,那我们最后再做个文字上的说明 做个文字上的说明 这个Bridge模式呢 通常建立在 这个C以10 两端的桥梁 在本书的前面已经说明过 C跟10应该是相依相位的 在范例里头的Shape的 类别体系呢 是C的 而MedialPlayer这边的是10的 以此类推 那这一个 so的程序跟硬件的模块 也应该是C10相依偎的 那这里得的C跟10是 见仁见智的 并不见得说每个人都这样看 这只是在谈它的相对性 那你可以 你可以认为Shape是10的 你可以认为这是C的 但是我们强调的就是C10相依 C10相依 然后呢 这个能够包容各式的变化 ok 因为C跟10 10是三变的 那C是比较不变的 这当然是每个人的 这个架构设计 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ok 那这里会应用Bridge模式 结合两边的变化 促进软硬的结合 就是硬件有硬件的一个实现方面 的这个 继承体系 那么 应用面有应用面的继承体系 ok 那相对上 硬件比较实 所以我们会说 这个是实的 这个是虚的 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你可以把它倒过来 没关系 总是 要虚实相依 促进软硬件的结合 ok 好的 那我们在 这一章就讲到这里 谢谢啰 吃喝 热 烤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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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